雷射 因為我以前有打過雷射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覺得誤會一場 我有維持好看的時間 但是那個時間很短 對 這就是我講的 你可能 因為我的油脂根本就沒改變 對 你可能這個出油量粉刺痘痘的問題 那些都沒有變 還沒有徹底改善 對 我以為我打了我就會 那可能其實有點暫時 所以我們這次先以藥物治療為主體 然後雷射再去輔助 可能兩個一起 好 那所以大家要打雷射的話 要先去看一下皮膚科 因為真的我覺得很多人 是跟我一樣的狀況 然後就不像我一樣 是找剛好你在皮膚科 然後你們剛好門診 又有這個雷射治療 但是有一些人會直接去醫美報道 對 這個 這有點尷尬 其實鎚鎚鎚鎚鎚 它是法律上規定皮膚專科醫師開例 所以你今天如果去醫美診所 可能他就一定不會叫你吃雷射 因為他根本就不能開 他就說好吧 那我們來做換膚 或是說雷射 他可能會推你一些其他輔助性療程 因為他們都會跟我們說就是 沒有必要 大部分 因為他不能開 有法律上的規定 所以你 可是確實醫美也沒在開啊 所以無所謂 對 所以你覺得 這種狀況的話 應該先去皮膚開 對 最好美容跟治病呢 要分清楚 那你可以同時進行 不過缺醫不可 好漫長喔 這個皮膚 對 你還是皮膚要把它養好 所以治療一個皮膚 可能會花到半年到 半年一年以上 而且有時候我們一個雷射療程 長達一年 你有時候打一次休息三個月 打個五次就超過一年了 打一次會休息三個月 我計畫是每一個月都進行 看你的情形 不過有的 恢復期長的 一個月打一次 可能恢復期還沒完全過去 你又開始 又要等待下一次的恢復期 所以如果整理一下 就是大部分會長痘痘 毛孔粗大 很有可能都是來自於初遊 對 初遊是一個 因素 痘痘的因素 它是很重要 但它不是唯一 那還有很多 像我們知道 飲食啊 壓力啊 你本身的餓 所以吃鹹酥雞真的會嗎 那是會 油炸物群是會 真的喔 所以真的要少吃鹹酥雞 其實齁 這個我們去看一些資料 就是說 其實會引起痘痘的食物 會引起初遊的食物 他們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有直接的關係 那到底哪些食物 會增加初遊量 跟痘痘的 大概就是 奶制品 包括鮮奶啊 拿鐵啊 蛋糕啊 起司啊 乳酪啊 你小心一點 你可能喝無糖豆漿會比較好 甜食 甜食也會 那個高糖分的 你可能如果本來 算了大家不要吃好了 真奶可能敢喝無糖的 如果你本來喝半糖 對啊 那個只會讓你變胖 皮膚會變差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的主題 就是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或乳清蛋白 有的人他健身嘛 他吃那個乳清蛋白 他那個乳清蛋白吃到之內 那個生長因子 在某些人會引起痘痘 他那個生長因子 會刺激皮膚 會長粉 也太不爽了吧 會長肌肉 對 但是也會長痘痘 其實這蠻神奇的喔 有的人會 有的人不會 反正就是大家吃東西 要看運氣 如果吃了有長 真的要提高警覺 不過老實說啦 你吃A酸的時候不會長 不過你停掉A酸 如果你有這些不好的習慣 還是會回來 等一下 這個有一個問題 這是我身邊人問的 就是 他們都說我現在吃A酸 那我A酸停了 我就又包回來 其實吃這個A酸啊 它會 去到我們的體內呢 讓皮脂腺萎萎縮 對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皮脂腺是 進入一個休眠狀態 對 那其實我們有發現到 就是說 停掉A酸之後呢 那皮脂腺有一部分 會從休眠狀態回來 可是有一部分 它似乎不會回來 所以不會百分之百 對 所以你停掉之後 還有達到部分控測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本來 你的狀態是60分 那你吃A酸 達到80分90分 哇 超滿意的 對 那吃完你可能又會退回 70分 哦 你百萬60分 你可能還是比原本好 那有的人確實是需要吃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療程 真的喔 但他會越吃越好 希望不要 像一個階梯式進步的 我已經這麼老了 應該不用吃那麼多次 大部分這樣子的情況 都是一些15到20歲 對啊 就青春期 青春期啦 總結我自己目前 我的皮膚的感受就是 雖然是為了治療雷射 但是吃了之後 目前只有 嘴巴真的比較乾 其他都很美好 就是我到下午的時候 原本下午看起來就會油油 就是 我覺得我就是你說的那種 到下午就變沼澤的那種 油光 油亮啊 對 可是我現在真的就美了 我現在到下午還是跟早上 一樣正常 對 我覺得這個改善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 除了嘴巴比較乾以外 我目前蠻好 就不長痘痘不長粉絲 不出油 其實我以我的認知啦 對 比較好的膚質是什麼樣呢 就是第一個 出油亮少 因為出油亮少看起來清爽 第二個 皮膚保水度高 因為皮膚保水度高 就會粉粉嫩嫩的啊 快快的Q彈可人啊 對 那保水度要高一般是 皮膚角質層屏障完整 沒有受損 沒有受損 所以這兩個都很重要 所以我以後也要開始去 保養我的皮膚 對 保護屏障 對 保護屏障可能 屏障就是 比方說你可能過度洗人 其實屏障就受傷 真的喔 那或是說你一時去去角質 那平常都給你刷 都給你去掉了 或是說你用很刺激的保養品 你常常做換膚 這個都受傷 可能平常都受傷了 這兩件事要同時清爽 就會有清爽 然後有水潭很嫩的皮膚 所以大家根本就大爆痘的時候 先去找皮膚科醫生爆痘 這一定要 真的 治療疾病先從藥物開始 我想要跟你分享一個話術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曾經去做過一次皮膚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因為長痘痘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美容師就跟我 我說我長痘痘我想去看皮膚科 然後那美容師就跟我說 你覺得你這個是病嗎 然後我當時被震驚了 然後我想說 他就說有病才會看醫生長 痘痘只是怎麼代謝幹嘛 我當下真的覺得 天啊我這個應該不是病 總之我就在那邊鑄臉了 我當時被嚇到 其實我有很多病也是這樣子 跟我一樣的事情對不對 痘痘他是病 痘痘就是病啊 慢性發炎疾病 他影響了成千上萬 上億的地球人 對啊你看我現在臉上的痘疤 跟幹嘛就是 治療痘痘一定比 治療痘疤便宜 痘疤是幾千幾萬再算 痘痘這個便宜 健保費 可以掛號 我就開藥可能 這個真的便宜 沒有我們要痘疤 這樣子如果你痘痘這邊 有控制好的話 痘疤就確實也不會那麼多 對其實我認為 治療痘疤痘 治療 把痘痘先治療好 痘疤就好了 但我覺得觀念要先好 就是你有皮膚的狀況的話 你要先找醫生 然後你出油量過大的時候 你也可以找醫生 而且出油量過大也不一定就直接吃A酸吧 還是有別的方法 控油有好幾種方法 可是還是看他的狀況 對還是要看你的狀況 像我剛才有跟大家講到 就是有三種情形 對 是已經造成你一些生活上 或是 對對那些問題 那有的人其實是沒那麼嚴重 所以如果你沒那麼嚴重 又不想要尋求藥物的處理的話 那真的就是可以使用市面上一些 具有吸附效果 除油效果的一些 藥妝品啊 或是化妝品 其實可以接受 他們其實有一些簡單的吸附效果 會讓你暫時覺得清爽一點 反正他出油量也沒那麼嚴重 對但是如果你已經到了 哇這個一直脫妝啊 然後一直暴鬥啊 然後這個油光滿面 怎麼洗都沒辦法 你就真的要尋求藥物治療 那藥物治療 可以簡單分成就是吃的嘛 對 差的 大的 那其實吃的最有效啦 因為他其實從體內調整嘛 我有的人他沒辦法吃喔 有的人他可能肝功能不好啊 肝功能不好不能吃 對 另外就是你要懷孕的也不能吃 因為吃鈴酸女孩子要避孕嘛 那或者有的人就是 我就是不喜歡吃藥 我就是不會吞 或者是說我覺得藥就是有害 我不能吃藥 有人這麼想 有的人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還是要搭配其他的療程 但老實說啦 其實出油他的問題是在皮膚 而不是內分泌系統 因為這些油性肌的人 你抓他去抽血 其實他的內分泌都正常 有一些有抗雄性荷爾蒙效果的藥 但是這個也要醫生開 這部分真的比較專業 那有一些差的藥 像是外用A酸可以擦 外用A酸是有用 輕微的控有效 對對對 那現在我們都 當然會脫皮很煩 對A酸主要是要注意他的刺激性 對阿脫皮 甚至發生敏感反應 這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大家都說要醫療 你有覺得 就是有一掛的人 他長痘痘的時候 他會想要看綜藝 就這算是內分泌那一掛嗎 我沒有要鼓勵 我沒有說一定要看西醫的中醫 但是真的有一掛的人 就是說我要去調身體 因為他覺得 他看 就是很多人會說 是你身體怎樣 什麼肝火 對 因為我不是很懂中醫 不過以我們西醫的理解 就是說 那個長痘痘的因素是牽涉到 出油 粉刺的形成 還有臉上有一些細菌 這個我是不清楚中醫 是怎麼去看待 這部分我要講比較保守 但我也不能抹滅他們的專業 可是我覺得大家就是 以我自己是消費者的觀念 我覺得疾病這種 極速的病啊 我覺得痘痘就是一種 極很著急的東西 他就是要趕快吃西醫啊 我覺得你可以來找皮膚科醫師看 然後你可以再找中醫看 就是想要確定藥沒有衝突 同時中西病情這樣也不錯啊 好啦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先控制你的出油啦 反正控制出油之後 我想痘痘問題應該也 敦燒很多了 對阿 我覺得出油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無論你現在想要打雷射還是幹嘛 就是我現在這個狀況我也要吃 因為很多人看到我的時候 真的第一反應就是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很多痘痘 然後就會說你臉也沒展現為什麼要吃A酸 但我真的就是為了控制油脂 為了讓我以後雷射變得很有價值 對 我覺得這樣子效果會比較長久 這就是我吃A酸大概已經六個月的心得 那因為太多人物的問題 所以我就找了隔醫師跟我拍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對皮膚的問題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到時候如果 有同樣問題很多的話 他就再跟大家講吧 因為我就不懂 太多人問我 可是我根本就 我根本我哪懂啊 我就是他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就乖乖吃藥 乖乖保養 乖乖垒色的人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是在下面留言吧 希望這支影片有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OK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